- 这个是我想象中的试诚会状况 这个是我想象中的试诚会状况 迎着阳光 吹着风 还有Showgirl送你纪念品 叫你follow他的IG 但我的试诚会却是这个样子 已经因为台风 暴雨 延起两次了 老天到底有多么不想让我买这台MX啊 试诚会当天早上 天气状况还是不理想 想说既然报了名 还是出门吧 也刚好骑着我的新车 体验一下阳金公路 看看与MX的差别在哪里 说起这台DRG 官方给它定位就是一台跑车 骑乘的姿势就像当兵要求的那样 坐三分之一板凳 随时准备战斗 活动安排在阳金公路下方的金山草天宫 这种天气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热情 虽然我还是不太了解 为什么三夜要帮一台即将改款的车子办试诚会 我对这台MX有一种特别的好奇感 来自于YAMAHA与MAX家族的血统很吸引我 尤其是车头的设计 像骑的日本机器人 好可爱 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那个独特的龙骨设计 我很好奇整体的骑乘感觉是如何 跨座上车 坐垫 坐高 骑乘三角的设计 非常的舒服 让180公分的我一踏上车就开始嫌弃DRG Bluco的引擎非常的安静 转下油门的顺畅感 让我有一种在沙发上骑车的错觉 整条路上我都在思考是不是买错车了 这么棒的体验 主要还是归功于活动设计的成功 在山区的道路上以40到60公里的速度巡航 是MX这台车的强项 非常棒 但是这台车有几个缺点 首先 11万8的旗舰车款 TCS竟然被拔掉了 第二 是后面那两只丑陋的避震器 将近12万的车配两只细细的避震 连气瓶都不给 连我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都说 前面很好看 后面太普通 难看的地方还有一个 那个空绿盒有种浓浓的东南亚风起 难道不能多点设计感吗 MX这台车 2019年在全球卖了70多万台 配备了Keyless Bluco 加VVA可变气门 毫无疑问是一台好车 从销售数据来看 MX在台湾市场并不能算成功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龙骨车在台湾水土不服 但台湾三叶对这台车的整体规划 才是这台车在台湾市场失败的主营吧 我只能说 可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